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談賽馬的時間 在昨天賽事提供的心水之前 講講兩宗馬圈的新聞 兩篇訪問都頗值得回味 一宗是講講蘇明倫 另一宗是講講高伯生和潘頓對福日的看法 大家先講蘇明倫 大家知道他本身也進入了一個程序去申請竹牌 但是最後還是決定放棄了 跑完昨天賽事 其實昨晚已經離開了香港 昨晚在夜晚回法國 這篇南華早報的訪問都頗精彩 蘇明倫說得很坦白 一語道破香港馬圈不能說的秘密 香港其實現在不是有很多好馬 不是有很多好馬 慢慢看一句話 南華早報訪問到蘇明倫 他說很不幸地這次來到這裡 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就是贏一些大賽 他說 I felt the champion horses were not available and to be honest I didn't feel there were many good horses 就是說他覺得有些比較冠軍的 冠軍級的賽區 根本上他沒有辦法騎到 第二他也覺得不是有太多好馬在這裡 他記得十至十五年前 在香港就比較多一級的賽區 就是頂級的賽區 他說at the moment is not really the way which is why in the big races men of them only have eight or ten runners so it's not easy to get on a good one 簡單來說就是 其實你現在看到 現在香港頂級的賽事 那些大賽 都只有幾匹馬跑 八至十匹馬跑 所以不容易去找到一隻好馬去騎 他說 其實如果看看那些評分 一百十五分以上 每個馬房都只有一至兩匹 他說十至十五年前 完全不在這個情況 那麼 他說到 When there are three or four great horses running together the top jockey have to make a choice where the moment there are just one or two top horses in the race but things change and hopefully it can be different in this time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一場賽事是有三四匹 實力騎股相當的馬 有些頂級騎士就要選擇 那他選擇的時候 就會漏出一些助騎出來 那蘇敏頓就可以騎 但現在不是 現在的情況就是 一些大賽都是一至兩匹好馬 已經是有固定的配搭 基本上你說要騎上去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他說 Things can change 即是 狀況可能改變 希望在 接下來會有些改變 當然他一開始是第一場賽事就是國際賽 但是因為有些 他那時候檢疫方面有些問題 就要退遲兩天才能出賽 那他就錯過了一些大賽 即是樸素無華 當然他叫標之未來等等 所以他沒有一些好的座棋 他就贏不了 你說當日如果他能出賽 當然他能出賽 能否贏到樸素無華 一回事 都可能贏到 不是潘頓最厲害 蘇明倫也可以 我猜到標之未來 如果標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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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贏到兩場頭馬 都未定 然後他說 正確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香港這個短期的客串 他說很久以前 好馬有大約二十匹 現在香港只有五至八匹 他說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sack, joe and vincent riding the good horses they are not making mistakes and they are not going to get off them so it's not easy to get on them 就是說 潘頓、茉莉拉、何颯堯 都是在騎好馬 除非他們有很大的犯錯 也不可能可以騎那些馬 然後就說 喜豐寶本來是一隻 很有機會 很有前途的馬 但很可惜 他就 在經典地賽的時候 就遇上不恨事件 最後他說 昨晚要回法國 因為他說 有些家事要處理 然後他說到 他的行程 可能他大約一個月後 可能幾個禮拜 就知道一個月後 就會在法國再拆騎 然後準備去杜拜 很有機會 他會杜拜世界杯賽事 但他就不會去沙地 或者多哈去拆騎 所以蘇美倫這篇 都是非常值得咀嚼 香港現在 一語道破 香港現在馬圈的問題 好馬 只有一至兩匹 短途也不用說 1200米 黃蝦黃養得回來 都不算是世界頂級短途賽區 就算養得回來 都是一些 可能是少給現役馬好少少的馬 除非是川河達區 中心用事突然醒神 不是香港短途 基本上是沒有好馬 基本上可以說 去到一里 除了金春六十之外 你看看川河村區 常常都可以憑個Feed字 可以跑第二 就知道香港一里賽事 改水準 川河村區 幾歲老馬 這些馬是新加坡 贏一條街 如果跑得對 但是香港 都不是一些香港頂級賽事 金春六十 所以顯得金春六十 很厲害 因為 對來對去都是那些馬 金春六十 就是最銳的時間 川河村區 銳 但是銳 但級數不同 其餘的馬 不銳 基本上不能跟他跑 去到2200 2400 時精彩都開始得到 天滿二 表現反覆無常 都可以說是絕對不是一些好馬的表現 所以你看到是很難搞的 現在龍骨飛羊 也都不像一些頂級馬 去到一級一的馬 你說二三級賽這樣 是贏到的 那你平榜 一二六磅 都不知道贏不贏得到 是精彩了 何況現在香港金杯 還要對著金春六十 所以蘇美麟就揭開一個 真的 香港馬圈現時的倉巴 就是暫時沒有什麼定級 好馬 如果看今季四歲系列那些 有沒有定級好馬 暫時真的 我偏愛勁駁 勁駁是好馬 那他會不會去到一級一 都不知道 因為其實上場贏的對手 的確不強 你說飆之未來 閃耀飛輪 這些馬 有幾高呢 那當然了 勁駁剛剛狀態在pick up 那你千八還是蝕恩騎 那去到二千 是莫來拉還是蝕恩 那如果你說 莫來拉騎可以輕盛的話 這樣就可以說一下 勁駁就是一輯一馬 現在暫時還有漫漫長路 勁駁雖然是我金貴外區 暫時證明不多 看他的狀態再pick up 多一點 看他莫來拉發揮 蝕恩發揮不到 這些馬 再作定論 所以蘇明璃就說出了 香港馬圈 不能說的秘密 第二篇 南華早報的訪問 講了複日 高伯生說他昨天 對著一堆好馬 他好像可以贏得很輕鬆 但最後五十米他有點累 但也是一個非常之好的表現 那 他說 高伯生說會安排 他排一場一班千二 三月十三號 跟著進度理想 就會嘗試挑戰主席短頭錶 在冠軍賽馬人的主席短頭錶 Grupp one choice 高伯生說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get you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you don't need an alarm clock when you've got Wellington 即是說 這些馬就是可以令到你每早都自動起床 自然醒 不用設鬧鐘 不用假鬧鐘 如果你是有一匹好馬 好像複日 他說複日都給了很多頭痛 在整個訓練過程 但他也是非常享受訓練這匹馬匹 看看潘頓怎麼說 潘頓就說 He is an exciting horse and like I said pre-race I don't think we have seen the best of him yet and I still don't think we saw the best of him today 即是說 即是說複日一匹令人很興奮的賽區 即是說他在賽前說 我們還未看到最佳的複日 他說跑完今天 我們都未見到最佳的複日 他說今天的賽事 其實做了七八成 即是做到七八成 到最後那一兩成做不足 真的做到最佳一百五十米 是有點力弱 他希望可以繼續進步 潘頓和郭伯生都對這隻馬有很高期望 我們再看看 這隻馬是不錯的 再看看 好 講完兩宗新聞 就講一下昨天的賽事體降心碎 兩隻鎮馬膽第一場 零封5.1倍跑第四 首先講一講 我鎮接過譚賽馬 其實也有很多已經回顧了這些賽事的跑法 如果大家想詳細看 可以鎮接過譚賽馬那段片 如果你沒有看直播的話 可以看回那段片 他會講得比較詳細 在那段片我就會快一點講 免得昨天聽了直播的人再重複聽 不過我現在講一下凌鋒 凌鋒主要是我覺得潘明輝等位 真的等得太久 這場你可以看一下梁家俊和潘明輝和田泰安的分別 軍林大地 貼藍 三隻都貼藍 接著是凌鋒 接著是龍戰士 看看他們怎樣處理那個位 我們拉大一點 軍林大地前面都沒有這樣折 其實是前面放得快 他又沒有著意先跟得急 現在開始才慢慢推 龍戰士也慢慢易出易疊 在北京北國家 由貼藍移出易疊走三位 軍林大地其實都很好走 那凌鋒是最 這裏其實應該要折出去的 慢慢折出去 他決定等軍林大地 那都未嘗不可 軍林大地都是一匹實力馬 你說等軍林大地衝 散開衝 我都可以接受這裏 當然你想押開他 讓他確保有直路比較長時間去衝 因為這隻馬是要撞的 不是你一打開便會撞上來 龍戰士已經有三位 軍林大地 這裏軍林大地去看田坦 看左看右看左看右了幾次 一會兒我播著就會見到 現在你不是正在轉位 你不用去看定 留意前面哪個位打開 你看看左看右看左看右 又看了幾下 看了四下 看了一下右邊看著凌方 看了三下左邊 你現在又不是正在轉位 你正在轉彎 根本上你其實要看實前面 看哪個位打開便推進 正在轉彎看這麼多次 其實就是一個 對於賽事形勢的感覺 那個感覺 差一點點 我覺得他 他要這樣穩偉穩偉穩偉 看了幾次 看看田大案 如果大家看到 看一次田大案 然後主力說 主力說 潘明輝 看一次田大案 對整個拆劇無幫助 是看右看左 八卦 看看馬在哪 還是怎樣 其實全力在前面 看看哪裏有位 這裏已經有位打開了 看什麼 這裏又不見你看 這裏拉出來 不見你看 這裏拉出來 如果剛才他轉彎 又不是轉位 要看這裏又不見他看 剛才我不知道他看 那就看凌方 等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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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離開了 還在等 一裏拉去喜迎雲外面 衝這裏拉出來 要撻的 搞多久才撻到 那裏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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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拉出來 真的很慘情 這裏拉出來 這裏拉出來 如果一早打開 我想是 有第二 這裏拉出來 那裏拉出來 那潘明輝發揮 我是挺不滿意的 這裏拉出來 就是這樣撻了 因為我凌方拖 龍戰士軍臨大地 跟吳千金落 那裏拉出來 其實有些可惜 他去第三場 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官世界 全程四疊 亡空 其實對薛恩要求 不太高 十三代 全程三疊 他搞全程四疊 亡空 全程三疊 二疊 三疊 有遮擋 全程四疊 沒有遮擋 那輸給一隻乏雷 那臨場 這馬力官世界 說得很猛 下場 下場 這場也是被忘錄 也有內窗被忘錄 那下次應該會升班 我想都應該要加兩分 那會升班 輕綁 三班輕綁 看看容天鵬 用什麼騎士 那這場 那這場 涉恩發揮 也是很難 他贏 我做了四重賽 因為我是單一隻 官世界 然後我臨場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真飛區 我會買什麼 我會這樣買 他說 為何你有忽雷 你明明連人為志 叫為官世界 拖勁力十足 快利保美之妙 為何你忽雷做四年玩 其中一隻膽 原因是因為 臨場分析 臨場分析 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飛數 看到狀態 臨場飛數 還沒跑之前 跑完第二場之後 你已經可以感受到飛數 忽雷很重飛 第二件事 狀態好 減了這三隻膽 因為拖勁十足 又是重飛 官世界一定會選擇 驗舊 拖一堆 當然有拖我的快利保 和美之妙 因為這場 四年華四重彩 有100萬多寶 那就多立幾隻 以防萬恩 就中了 我有一條飛是 官世界指定第一 指定第二 就是兩個選擇 拖勁十足 忽雷 那種都是兩萬多 忽雷第一 都兩萬二 官世界第一 可能都是兩萬至三萬 那我中兩元 可能都是四千元 那就是官世界 跑不了第一 好可惜 但是這場都 開心開心在 選了一隻冷腳 不過都是那句 臨場分析就有忽雷 隔夜就選了官世界 拖美之妙 敬力十足 和這隻叫做快利保 一隻都剷了 忽雷 不過幸好臨場 扭得回 隔夜的提供 就提供不了忽雷 不過也好 官世界美之妙 有二百七十一個半 的位置 不錯 官世界美之妙 三十四倍的冷腳 希望大家也滿意 當然 昨天傳承熱話 就連連下穩 其實這壹事 以波建斯的尺度 又是很濕碎 說真的 是動作外眼 其實波建斯有很多 是奇怪的 輕游式推 其實更值得大家注意 這個網後 如果大家 我發覺其實很多馬迷 都很快有定論 覺得你這麼有問題 其實真的要看巡邏影片 看直鏡 就知道 連連下穩 看側鏡 就覺得他沒有騎 最後看側鏡 看側鏡 其實很多時候 會有這樣的誤會 因為看不到馬來閃 看側鏡 但看直鏡 就會看到 那這些馬迷 我想可以看巡邏影片 如果覺得有疑問 為什麼他隻馬 打著打著不打 的確是很令人想入飛飛的 你不要說他 你不要說他 一會兒站高身 望後的事情 你看他這裏騎 你覺得他好像 不太盡力 那隻手 搓下搓下都不是在騎 這樣 不太盡力 然後看側鏡 看側鏡 這裏好像不太騎 的確不是很騎 但真的要看巡邏影片 這隻馬是 一直耐閃 所以他都不能夠全力吹策 看側鏡 然後耐閃 耐閃又要修正 左手姜誠又要修正 接著又耐閃又要修正 你見過人 其實打到人都歪了 其實你看這個人 你已經幻想到他的騎子 其實人都歪了 因為人都還未坐定 你看他人 右腳左腳 你看他這個姿勢 已經知道他 平衡都還未拿得好 在這隻馬上 因為這隻馬 搓來搓去 所以你說他還要全力吹策 很難 然後白鷺在後面叫他 一定叫他 然後他站在後面 然後他站在後面 看他 然後他就繼續歪 他根本上歪了 他根本上歪了 所以你說他 他是不是有心不去 什麼 馬內閃 然後那一刻 站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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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外眼一點 那些浪漫組合 那些我們當輕游式推騎 這些其實是很小事的 不需要大做文章 那波見市 這件事 相對於波見市 更離譜的騎法 是相對小事的 這件事 我會建議大家 多看一些巡邏影片 看看隻馬有沒有內閃 先決定騎士有沒有盡力去去查 但是說一說 波見市的騎馬 其實內閃的情況 都挺多 譬如 印象中 上次的總統之光 你雖然說他贏 總統之星 雖然說他贏 但是都是直路 太閃進去 不知道是不是 波見市的騎法 會令馬內閃 我們就看看總統之光 都閃得很厲害 看看總統之光 是騎身的馬 都內閃 還是他的騎姿 內閃 我真的不知道 看看高手畫 其實他都要修正一兩次 這裏 然後跑一下 又會閃進去 又閃進去 左一隻東方 又閃進去 所以是 不知道為什麼 他騎身的馬 都內閃 這個問題真的有交給專業人士 去分享一下 是不是波見市的拆騎方式 會有傾向令馬內閃 進去直路 這件事要研究一下 最後 備忘馬就說了 那麼 高出錯誘馬 剛剛那次就沒有了 29倍 4.8倍 成朗金的名牌也不好了 接下來 星期三就沒有高出錯誘馬 因為報名不算太活躍 所以是無辜出錯誘馬 暫停一次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分析 如果喜歡和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個like和讚我 以及分享一段影片 給你的朋友看看 去宣傳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議場分析的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一下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知道 現在在另外一個渠道 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 十分鐘之前 都會說一下熱熱 預計集前落飛馬 場地形勢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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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下傳送信息 或者來自領post留言 或者可以按下我這些 魚對臨場分析或升上媽 普通之友 可以按這個按鈕 就會發送到Facebook的訊息給我 其實我都應該在這裡 去edit一下 加一個link 這樣可能會好些 哎呀 哎呀 按錯按鈕 好不如現在等我再攪拌 不好意思 這裡copy這個 對了 這裡 不是又這樣 好 OK 那到最後 Subscribe或者訂閱 免費訂閱 還有按這個鬧鐘 按全部 訂閱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有個通知 或者Notification 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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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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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